江南场官宣 福建号航母上有32面相控阵雷达 还装备垂发导弹 最近福建号航母再次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 原因是已经下水一个多月的福建号航母 开始拆除掉下水时舰岛上的大型S波段相控阵雷达外罩 进行346A大型相控阵雷达的安装工作 美国海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也与之类似 都是在航母已经下水之后 才进行舰岛大型相控阵雷达的安装工作 不过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那就是福建号航母上到底安装了几面相控阵雷达 总装部给出的答案是32面 很多人可能不相信福建号航母的舰岛上 能够一下子继承进32面相控阵雷达 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读者都看惯了052D型导弹驱逐舰 和055大型导弹驱逐舰上面的大盾 导致对相控阵雷达产生了一定的误解 但实际上如果仔细数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福建号航母上还真的集成了32面功能 各异的相控阵雷达 首先346A型相控阵雷达就占了8块相控阵 分别为4面S波段的远程相控阵警戒雷达 和4面负责精密跟踪的X波段相控阵雷达 S加X两个波段的相控阵雷达 与美国海军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的双波段雷达一样 共用了一套后台数据处理器 各自捕获的数据不用进行二次处理 就可以直接共用 反应速度和处理速度比一般的盾舰要更快 除此之外 加上识别未知舰船的敌我识别问询机 通用数据链射频系统 超短波数据链天线 敌我识别辅助天线 电子侦察综合射频天线 所需的相控阵雷达数量 正好是32面 与总装部赠送的诗词能够对应上 其作战范围涵盖了 从敌我识别到战情沟通等各个方面 使福建号航母的舰岛 具备了更加强大的电磁作战能力 雷达系统相控阵化时 福建号航母的一大特色 一方面 中国在相控阵雷达领域的技术积累 已经足以支撑起这种级别的配置 另一方面 S加X双波段雷达 已经共用了一套后台数据处理器 如果其他雷达系统没有实现相控阵化 那么福建号航母的舰岛内 就需要再配上相应的数据转换设备 不仅数据处理速度更慢 而且还会占用舰岛内宝贵的空间 让福建号航母的舰岛更加臃肿 我国此前也在珠海航展上 展出了我国的一坑四弹技术 证明了我国具备在较小空间内 集成各种类型中程舰空导弹的能力 虽然福建号航母的整体排水量 和美国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相比 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福建号航母的两侧舰尾位位置上 也仍然可以 再得下一笔两个8单元通用垂发单元 兼容发射HHQ-16等各种舰岛防空导弹 这样一来在遭遇敌方攻击时 福建号航母不仅可以将战情信息通报 给护航舰 由护航舰拦截来袭目标 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直接使用舰上携带的中程舰空导弹 对来袭目标进行拦截 暗闪 冷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